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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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 聽見海盾第三場的講座音樂會 我們台上越來越熱鬧了 所以你們台下也可以越來越熱鬧 先感謝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跟我一起合作的這幾位音樂家 鋼琴家丁馨如老師 小提琴 張瑞舟老師 以及大提琴 曾智穎老師 因為有他們三個人 既然有他們三個人 我就不用多說話 我們聽音樂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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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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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看到 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曲子 就是基大调第39号 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 它的作者 作曲家当然就是海盾 这是海盾 大概在1791年左右 他所创作的一首乐曲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这个是第三乐章 所以我们先确认一下 这个第三个乐章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在标题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底下的 它有Rondo Alongalese 这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中文 翻译叫做匈牙利曲风的轮悬曲 然后它是一个集版 所以当我跟大家这样揭晓了 这个中文的名字的时候 我想至少有一件事情 可能在你的心上 就会Ring the bell 就是说刚刚我们听到的 这个音乐 它很特殊的地方 在于那是一种 不太一样的 民族音乐的曲风 这里也就牵涉到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叫做匈牙利曲风 那个后面你们看到 那个Anglaise 其实就是匈牙利的意思 但是这是在古典主义时期 音乐因为它从巴洛克时期的 这种欧洲的宫廷音乐 在不断地往外扩张的过程当中 再加上从这个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然后进入到十九世纪 整个欧洲的扩张跟发展 所以就在音乐上面产生了一些 很有趣的现象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重要的几个音乐史上的 misnomer misnomer意味着 名称跟名时不符的 几个重要的名称 几个重要的这种名时不符的名称 大家会最熟悉的 但往往你不知道 它是misnomer 是因为太多人都听过 太多人都喜欢 甚至有小时候 自愿或者是不小心被迫 弹过很重要的 很有名的一首曲子 那是莫扎特的 当庭奏鸣曲当中的 其中的一首叫做 土耳其精心曲 记得土耳其精心曲吗 土耳其精心曲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名时不符的音乐 它名时不符 因为它其实这个音乐 跟土耳其真的没有关系 这里如果有学钢琴的小朋友的话 在你有机会弹到莫扎特的 土耳其 进行曲之前 你可能又是自愿或不小心被迫 弹过的另外一首曲子 叫做阿拉贝斯克 或者是喜欢听音乐的人 也知道 这个像苏曼 他有 有过这样非常有名的 他的有名的这个 钢琴曲里面就有一首 阿拉贝斯克 如果大家等一下 如果你们表现都很好 丁老师很高兴的话 说不定他等一下就把 苏曼的阿拉贝斯克 弹给我们大家听 那阿拉贝斯克 或者这个阿拉贝斯克 例如说 同样大作曲家 德布希也写过两首 阿拉贝斯克 可是 所有这些东西在中文里面 他就会失去这些奇怪 应该说就产生了更多奇怪的混淆 例如说 小朋友弹的 或者我刚刚讲的 苏曼的曲子一般 我们就翻译叫做阿拉贝斯克 可是一般 德布希的两首阿拉贝斯克 我们就把它翻译叫做华丽曲 可是呢 更进一步如果你要探索 在音乐的来源 在音乐史上 它叫做阿拉贝斯克 阿拉贝斯克是什么 就是来自于Arab 所以如果你是照字面上翻译 它应该要称之为叫做 阿拉贝曲风的 或阿拉贝曲风 阿拉贝风格的乐曲 这个跟土耳其进行曲一样 也是一个名识不符的名称 因为这种曲子 其实也跟阿拉贝无关 那为什么跟阿拉贝无关 跟土耳其无关 为什么会那么名叫做 土耳其进行曲叫做 阿拉贝曲呢 那就来自于这个时候 欧洲的音乐 它的形成正在扩张当中 它们的想象 所以那个其实是 你会听到有一些特别的元素 它听起来不像是 原来巴洛克时代的宗教音乐 或者宫廷音乐 常常会运用的 这个时候就把它想象成为 那是来自于东方 让它这种音乐在命名上面 跟认知理解上面 多增加了一种异国情调 所以土耳其跟阿拉伯 不过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东方 反正大部分人都没去过 既然你不知道 我就说这种奇怪的音乐 就是来自于土耳其 就是来自于阿拉伯 那相对应于 例如说土耳其进行曲 或者是阿拉伯曲 这个华丽曲 匈牙利曲风 或者是匈牙利 我们还知道 有很多用匈牙利命名的 曲子 例如说匈牙利舞曲 匈牙利进行曲 或者是匈牙利狂想曲 这个匈牙利这三个字 没有像土耳其 或者是阿拉伯斯克 那么样夸张 但是它也不是那么精确 这个所谓匈牙利 刚刚你们所听到的 这个音乐的曲风 主要 好 我们就看一下 另外大家看一下 这首曲子 它有一个逆称 叫做吉普赛 我们可以几乎明确地知道 这个叫做吉普赛 这个吉普赛的逆称 要比海顿写第三乐章的时候 把它命名叫做匈牙利曲风 要来得再晚一点点 也就意味着 其实在欧洲的这种古典音乐所发展出来 一直后来影响到浪漫主义的时期的音乐 你只要看到匈牙利 这个匈牙利基本上指的就是 主要是来自于吉普赛 有时候是犹太 或者是斯拉夫的民族音乐 那他就把它笼统称为叫做匈牙利 因为匈牙利是跟西欧跟中欧 最靠近的一个东欧的国家 那也是当时经常就会认为 例如说吉普赛人 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这种特殊的民族的风格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奇特 他们是那样的一个流浪的民族 而这个流浪的民族 他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跟本事 在于他们的音乐 所以听到这种奇特的音乐的时候 他们就来自于比较稍微东方 也就知道不是土耳其 不是更远的阿拉伯 所以就把它命名叫做匈牙利 所以这匈牙利其实指的就是吉普赛音乐 然后这首曲子等于是 藉由这首曲子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像海盾 他就吸收了那个时期 这种民族音乐的元素 把它放进到自己的音乐里面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吉普赛音乐 可是里面放了重要的一些 吉普赛音乐的成分 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探索说 那为什么这种曲子会让我们感觉到 有吉普赛的味道 那样的一种特别的味道 其中等一下我们会很清楚地对照听到 这又是扩张欧洲的音乐 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那就是这些民族音乐当中 最吸引这些中欧西欧 德澳跟法国的 或者意大利的 这个时期的音乐家的 是他们那么成熟 那么熟练的 而且是用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 固定的方式 运用小调的和弦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更仔细地听 刚刚这一段第三乐章的音乐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 你会注意到 海盾是怎么样 让大调小调 一直不断地交替出现 用这种方式把 听起来比较像 大家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熟悉的一种大调的声音 把它转成了小调之后 哇 一下子 那个吉普赛风味就跑出来了 也就是借由这种方式 我们才看到小调 它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运用 在欧洲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 这第三乐章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匈牙利风格之外 我们另外不能够忽略的 那就是在这个前面 它是Rondo 这是一个轮选曲 轮选曲我们不要 可能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那么样可以 仔细地跟大家介绍 《轮选曲》的这个曲式 而且《轮选曲》这个曲式 在海顿这个时候 它也还没有像后来 那么样到了莫扎特 或者贝多芬的手里 那么样的固定 但是它有一些最基本的风格 跟形式就已经出现了 是绝对毫无疑问的 什么叫做Rondo Rondo呢 它这个字 这是一个意大利文 那么意大利文这个字 它的形式 学英文大概学到第二课 就会学到的另外一个相关的字 就叫做Rond 那所以Rondo就是圆圈 所以Rondo指的 为什么叫做回旋曲 或叫轮选曲 因为它就是让我们感觉 那个音乐像在绕圈圈一样 怎么会让音乐会感觉到 在绕圈圈呢 因为你会一直不断地听到 那个熟悉的开头的音乐 一直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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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等一下 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 你也可以稍微注意到 这种曲式 它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这音乐里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 应该要让我们听到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麻烦三位音乐家 让我们更仔细地能够听到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这个第三乐章的乐曲 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麻烦你翻到 这个节目单的第69页 就是我们看到 这首乐曲的 它的乐谱 乐谱再说一次 再说再多次都不够 就是不要怕乐谱 乐谱只是帮助我们 能够借由视觉 跟音乐 跟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声音 把它结合上 那我会让大家有机会 看着乐谱来听音乐 所以也稍微说一下 那我们看乐谱就知道 不对啦 我怎么会这样讲呢 你们看了台上 你们就知道 怎么会是看乐谱知道 看台上就知道 这首曲子是有三种不同的乐器 来演奏的 反而看乐谱会造成 confused 所以要稍微解释一下 在你们所看到的乐谱上面 它总共有四个 四行的五线谱 每一段 都是每一个大的 那个一行 是四个五线谱所组成的 最上面的五线谱呢 是张瑞舟张老师 所演奏的小提琴 第二行呢 是曾志颖郑老师 所演奏的大提琴 那钢琴 它基本上就是最大的音符 而且是占了两行五线谱 那是钢琴谱 这个谱 你们所看到的谱 实质上 它是钢琴谱 因为只有钢琴 比如说 钢琴 它除了演奏 它自己的音乐 它会看到 或它需要 小提琴跟大提琴 那张二舟张老师跟曾老师 他们演奏的谱上 他们其实是没有钢琴的 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部分 光是这个乐谱的安排 其实也就 就说明远速回去 它其实没有什么 它其实没有那么必然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小提琴 不用知道钢琴在演奏什么 为什么大提琴 不需要知道 钢琴在演奏什么 它有一部分 是演奏上面的方便 但有一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音乐史 所遗留下来 我们听的是三重奏 三重奏 三个人三种乐器 但是这三个人 这三种乐器 包括这三种乐器的 结合形成 它是一件新鲜的事 换句话说 我们不会在巴哈 或者是维瓦地 或者是斯卡拉提 他们的作品当中 听到这种 二重奏 或者是上个礼拜 我们介绍的二重奏 或者是三重奏的乐曲 所以这个音乐的形式 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在古典主义时期 它开始发展 而这个乐 这种形式的发展 至少我们听到 上个礼拜到今天 其实它是关系到 跟钢琴 或者是说键盘乐器的 变化跟发展 这里面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用大剑琴 然后呢 后来又开始有了 古钢琴 那不管是大剑琴 或者是古钢琴的 变化跟发展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乐器 它的特性特色 快速地展现出来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很多次 这种键盘乐器 它很特别的地方 它的音域很广 另外呢 它是一个多声部的乐器 它自己可以弹出 至少两个声部 左手右手 至少是两个声部 它可以弹更多的 不同的声部 而且呢 因为古钢琴的变化 跟发展 所以另外就产生了 它是一个 在音量上面 它慢慢地 它可以跟弦乐器 或者是木管乐器 可以有发出 等同类似的音量 到了现在钢琴 那个音量就更大了 不过原来 例如说海顿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 用的应该不是大剑琴 就是古钢琴 音量没有那么大 但是至少 它已经可以 跟不像原来的大剑琴 它的音量 比弦乐器 比木管 都要来得更小 所以如果大家听过那个古乐 你会听到那个大剑琴 像是 它会像是隐藏在底下 叮叮咚咚 叮叮咚咚的声音 大家并不清楚 可是从古钢琴开始 这种声音清楚了 所以就开始产生了 音乐的新的配套 跟敌对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不这样讲 再次说 这不是 对任何的乐器的偏见 更不是对音乐家的不敬 但是这种乐曲 在音乐史上 它是跟钢琴 这个乐器 这种键盘乐器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听过 这是当时发现 极为理所当然的 一种演奏的方法 让钢琴跟这个 主要是以 敲击所产生的 这种声音的乐器 而且它是多声部的 跟一个单声部的 然后呢 它是发出这种 可以歌唱的 可以延续的弦乐 把它们配在一起 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那这是二重奏 小提琴跟 跟钢琴的二重奏 今天我们听的 小提琴跟大提琴 还有钢琴的三重奏 它在变化发展上面 事实上它是 稍稍早于二重奏 那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加大提琴 意味着 原来在这个时候 那个鼓钢琴 它在低音的部分 它的低音的声量 因为低沉 所以它传不远 所以没有那么大声的声量 因此这个时候 加大提琴就特别有道理 一方面 大提琴在它弦乐 发声的原理原则 发出来的声音 跟小提琴可以配合 另外它的音域 可以帮助补充 原来古钢琴 在低音部分 它不足的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这首乐曲 没有对曾老师不敬的意思 但是没办法 曾老师其实非常委屈 等一下我们会听到 大提琴在这个时候 它的运用 大部分的时候 它只是低音加强的作用 可是这个三重奏的形式 从海顿 这个时候 他们把这个形式 在古典主义开头的时候 把这个形式 确立下来之后 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大提琴这个乐器 它有它自己的 那个时候 还没有被意识到的potential 可是慢慢地 就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发现说 我既然用了三个人 我既然用三种乐器 当钢琴的低音声音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清楚 这个技术开始突破之后 我干嘛浪费 大提琴这个乐器 所以两种方向 一种方向就是 把大提琴拿掉 就让小提琴跟钢琴 直接演奏跟对话就好 但是就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有另外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向 那就是让大提琴 变成一个更独立的乐器 参与在这个三重奏的演奏当中 我想这是在音乐史上面 很重要的变化跟发展 所以从此之后 三重奏这三个乐器的搭配 跟这个互相的这种关系 就变成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再熟悉也是再自然不过的 其中的一种组合 好 那我们要听这段 开头的第一段音乐呢 我们刚刚就讲到了 这是一个roundo 所以呢 我开头的时候 我要先请 因为这个音乐的核心 开头的时候 它是以钢琴为主的 所以我先请丁老师 给我们第一段音乐 第一段音乐在各位的乐谱上面呢 就是从开头 到你们会看到到第三行的中间 有一个反复记号之前 我们听这段音乐 我们先听钢琴的部分 其实从这一开始的时候 同时我们又就知道 这首曲子为什么叫做roundo roundo 当你看到了回旋曲 你一定要认真的仔细听 它开头的音乐 意味着这个音乐 它会一直回来 其实我们刚听的这段 钢琴水演奏的音乐 非常的短 但是它已经把那个roundo的 那个开头分成两次 呈现给我们 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比第一次音高变高 但是它基本的音乐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要让你们听到 要让你们记得 因为将来 等一下我们再听这首曲子的时候 这个开头这样的 类似的音乐会一直不断地回来 所以我们就 请丁老师再给我们一次 跟刚刚一样的 这第一段的钢琴音乐 记得这个主题 好 第二次再来 比较高音 在钢琴用这种方式 开始这个roundo的时候 其他的弦乐器 至少开头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支撑 在那里配合钢琴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先看看 刚刚为什么跟大家解释 大体琴它的作用 大体琴的作用 它要帮助钢琴的低音 所以等一下我们现在要听的就是 让大家听一下 这个钢琴的低音跟大体琴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听 比较特别的一个听法 因为你们不容易这样听到 都要有这种被我虐待的音乐家 你们才有机会这样听得到 我们要请丁老师 给我们他的左手的低音 同时我们请郑老师 给我们这一段大体琴的音乐 你们听一下 你们就知道 加上了大体琴之后 它的主要的作用在哪里 所以这是利用大体琴 包括大体琴能够比较有强 比较厚的那个盐音的方法 让低音的那个声音 它可以更丰厚 这是大体琴最主要的作用 好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再把小提琴加上来 我们听三个乐器 一起演奏这段音乐 很简单很好听的一段音乐 但是如果我们在音乐的内容上面 我们在计较在讲究的话 三重奏 三重奏重点在哪里 三重奏重点也就在于 三种乐器彼此之间的关系 刚刚你们听到这么好听 这么短的一段音乐 你们知道 做一个作曲家 海顿 他用多少手法 变换这三种乐器 不一样的关系 你们想知道一下 更清楚知道一下吗 好 如果你们要更清楚知道一下 我们就要把 刚刚听到这段音乐 再切得细一点 我把它切成前段跟后段 前段 前段我们先怎么听呢 我们前段我们先听 当然这听起来很怪 演奏也很困难 但是我们前段我们先听 这个小提琴跟大提琴 一起我们演奏 前段到第八小节前面 所以你听这两个乐器 你就知道 刚开走写的时候 海顿的写法是 大提琴 小提琴 这两个弦乐 基本上它们是 类似的或同样的音乐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加上 钢琴的左手 就更确定 就更有趣了 如果加上钢琴的左手 我们听到什么呢 我们听到 钢琴的左手 基本上是跟 小提琴跟大提琴 在一起 可是呢 有一个地方 大提琴休息 钢琴的左手 跟小提琴 是一起配合的 我们听听看 只有钢琴的左手 加上小提琴 加上大提琴 海顿是怎么写的 很好玩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哦 原来是用这种方法 所以三个乐器 但是呢 有两个半 它们是在一起的 为了要干什么 去凸显 去红托 那个剩下来的 那个半个乐器 那就是钢琴的 高音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 完整地听一次 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到 这三个乐器之间 两个半乐器 跟那个半个乐器 之间的关系 丁老师偷跑 刚刚跟大家讲到了 这一段 这么短的乐 这么短的乐曲当中 那个类似的那个主题 出现两次 可是为什么把它分前段跟后段呢 因为这么短的音乐当中 第二次那个round 变高音 高的音 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 海顿就换了不一样的写法 海顿就换成什么样 不一样的写法呢 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听 这个时候我们听 钢琴的右手 跟小提琴 你就会听得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听的是 这个乐曲 这个刚开始 这一小段的后段 后半段 就是从 第八小节的后段 第九小节 一直到 第十六小节 我们听 钢琴的右手 跟小提琴 原来这个时候 小提琴 是跟钢琴的右手 在一起了 换了不一样的方法 所以 如果稍微认真仔细地 这样追究 我们就可以这样听 我们再来听一次 这个时候 你们就听到 这三个乐器 这三个乐器 在这样这么短的 一段音乐当中 前段 有一种配合的方法 钢琴的右手 自己本身是 非常非常特殊 突出的 到了后段 钢琴的右手 跟小提琴 小提琴加进来 帮忙把这个 轮软曲的这个旋律 主要的旋律 给演奏出来 好 我们再听一次 从第一个小节 到第十六个小节 三个乐器 好 这就是 刚开头的第一段 这个第一段的音乐 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轻快的 一个Rondo的音乐 坦白说 这个时候我们听不到什么 吉普赛 好 除了那个 那个 那个高低音的 那个变化上面 这个时候民主风格 并不强烈 好 我只是先这样说 然后我们再下来 我们来听第二段音乐 因为大家有了这样的经验 所以那个第二段音乐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 第二段音乐 从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 反复记号开始 然后到第七十页 第二行 那个反复记号的结束 这段音乐 我先请三位音乐家 一起完整的演 就是三种乐器 一起演奏给大家听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 希望你们就这个时候 可以听一下 三种乐器 他们彼此之间 在这段音乐当中 又是如何分配 如何配合的 有注意到这两个 这三种乐器 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在同样是 非常短的一段音乐当中 还仍然有一些 很有趣 很巧妙的变化 我们怎么听呢 我们怎么让大家 可以听得更清楚呢 我们先请辛苦一点 张老师 把小离琴的部分 这一段演奏给大家听 这段音乐小提琴拉起来的时候 非常清楚它分成两种音乐 那如果你们看乐谱 就会更加的清楚 那乐谱上从69月 你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一行 你就发现说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跟大家讲过 海盾喜欢用的这种 节奏上面的变化 它基本上就是用16分音符 跟8分音符 所组合成的 所以前面都是16分音符 但是中间有一段 它是8分音符 而且它是断奏 然后接下来再回到16分音符 那当小离琴 是用这种方式演奏的时候 那我们听听看 钢琴的右手 是用什么方式演奏的 所以请丁老师给我们 这一段音乐的钢琴的右手 首先是后面 你们听到的那个Rondo 原来的音乐回来了 对不对 另外钢琴的音乐在这里 它基本上一路都是16分音符 除了到那个 轮选曲的那个主题的时候 它有节奏上的一点点变化以外 所以它配合的方式 等一下我们就听 小离琴跟钢琴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前头 小离琴跟钢琴在一起 后面钢琴继续自己 用16分音符一直在跑 小离琴却好像hold it back 它变成了8分音符 断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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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配合甚至是干扰 那个钢琴的流畅的音乐 然后在很小的这样一段的音乐效果之后 小离琴又重新加入跟钢琴在一起 这是这一段音乐的绝窍 奥妙之处 我们听听看 小离琴跟钢琴还是一样 钢琴只需要右手用这种方法 他们彼此如何的配合 请来回老师 这里都在一起 好 然后我们再来加上钢琴的左手 以及大提琴 因为钢琴的左手跟大提琴 同样扮演了这种低音支撑的方式 所以刚刚那样子 一直不断地在高音的那个 那个Rondo的那样的 一直不断地在跑的音乐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让它多增加支撑 什么叫做支撑 所以你们听听看 低音加进来之后 它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三位音乐家 这是第二段音乐 接下来音乐进入到第三段 第三段音乐非常的容易 因为你们就看到张老师 他已经在调整他的作为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要当主角 这个时候音乐的主要的表现 到了小提琴 所以他也就知道 我一定要请他 先来拉这一段 第三段的音乐 第三段的音乐 这段音乐当中小提琴基本上都担任主角 不过我们刚刚听到 也就可以听了出来 这段音乐又分成前后两个段落 前段这就是海顿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对于乐器的认知跟理解 所做的非常非常特别的安排 刚刚前面我们听到的 第一段跟第二段音乐 因为主要是以钢琴作为主角 所以我们不会听到在那个旋律当中 很长的音 因为钢琴没有办法发出这么长的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一旦换成 由小提琴来担任主角的时候 就要让小提琴发挥他最大的特色 小提琴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言音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夸张 意思就是要让你听到小提琴的声音 所以海顿在他的这一段的写法 他从后半拍 依照跟刚刚一样都从后半拍开始 可是到正拍的时候 他就给了一个一拍半 因为这是一个一小姐两拍的曲子 他给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一拍半的一个长音 让这个长音再带出后面的音乐 然后接下来他每一个句子都是这样 在正拍上就是一个长音 带出后面的句子 后面的这个段落 所以他一句一句 就是那个非常夸张的告诉你说 你看小提琴能做这样的事 这个时候钢琴做不了 小提琴就要用很炫耀的方法 然后只有我可以干这个事情 这是那个小提琴作为主角的前段 我们再请张老师给我们一次 那个你就知道说 什么叫做小提琴音乐 前段就好 第三句 第四句 好 这就是让小提琴充分地发挥 然后这个时候呢 钢琴跟大提琴就是完全扮演 帮他伴奏的角色 所以我们接下来 同样是这段音乐 这四个句子 所以请大家还是清楚地听到 这四个句子 尤其要听到那个 非常那个自信的 小提琴的那个长音 然后我们听听看 大提琴跟钢琴 如何帮这一段小提琴音乐伴奏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音乐呢 进入到的后半段 后半段 事实上就在这里 海顿开始放了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那就是吉普赛音乐的一个元素 这个时候开始展现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元素呢 那就是在音乐上 音量上面的突然戏剧性的变化 而且是反反复复的戏剧性变化 所产生的那种 一方面是震撼 但也不完全是震撼 有一点点喜庆欢乐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吉普赛音乐 他们在音乐的应用上面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因为通常是有 特别的这种欢庆的时候 甚至到后来是 包括海顿所服务的宫廷 他们会引进吉普赛的乐师 就是为了要让这种 民族音乐当中这种 特别热闹的这种感受 可以帮忙来增加气氛 所以等一下我们听到的 这一段音乐 刚刚你们听了 张老师把小力琴的部分 拉给大家听 它基本上仍然是 以小力琴作为主 可是大力琴跟钢琴这个时候 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他们要让这个音量的变化 能够凸显出来 所以等一下大家会听到的 都是一段小声一点 然后突然之间大声 小声一点 突然之间大声 小声大声 用这种方法所产生 这个时候就开始从 原来比较典型的一种 欢乐平衡的这种 Rondo的宫廷的乐风 开始转入到吉普赛乐风 所以我们听三位演奏家 音乐家给我们这段音乐 其实它不只在音量上面变化 它同时还是可以感觉到 速度会感觉到它是在加快 但是接下来音乐 就在这样的一个吉普赛风格的 那个引动底下 它一转 它转到了什么呢 好 现在我们就听到了 第71页 我们现在在乐谱上面 我们在第71页的第三大行 这第三大行上面 大家会看到一个词minori minori指的就是小调 所以这个曲子 它用原来的吉大调 它转入到小调 那转入到小调 这个民族音乐对于小调的运用 在这里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因为这是 我们刚刚讲说 这是一个Rondo曲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 刚刚的这种听法 我要请那个丁老师 先给我们这一段音乐 然后这一段音乐呢 就是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71页的第三行呢 一直到72页的第二行的结束 我们用 因为它进入到小调 所以需要让大家感觉到 这个小调的旋律 跟小调的和声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来 我们先请丁老师 给我们右手的部分 和声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就是进入到了小调之后 它有很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为了让大家对比对照 还是要麻烦丁老师 可不可以给我们回来 刚刚我们乐曲开头的 那个大调的开头 让大家作为一个对照 一样只需要右手旋律的部分 我们原来听到的是 这样的大调的音乐 现在它转进到了小调 然后再加上一些节奏的 更稍微复杂一点的变化 多加一点点那个 那个三度的双音 它就变成了 我们现在刚刚所听到的 小调的乐段 再麻烦丁老师 给我们同样是小调的这一段 一样只要右手旋律 然后这个时候 三个乐器之间的关系 就变得稍微更复杂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听什么呢 那我们听钢琴右手跟左手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构成低音的音乐 加进来之后 只有钢琴 钢琴用这种方式 它用断音在伴奏 所以原来本来在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大提琴 都跟钢琴的左手在一起 这个时候海豚就要让大提琴 充分地去显现出 钢琴做不到的 那个长弓的联音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要邀请曾老师 大提琴加入 所以大家特别听一下 大提琴的声音 大提琴我们过去 都很少听到它的声音 可是在这一段当中 你应该会比较清楚 在跟钢琴配合的时候 听到大提琴的声音 我们听听看 小提琴在干嘛呢 小提琴又有小提琴 自己不一样的角色 不一样的任务 它跟钢琴跟大提琴 又都不太一样 所以非常非常特别 这三种乐器 在这里他们有了新的关系 三位一起给我们这段音乐 所以这个时候 小提琴还要有 再接下来 小提琴还要有 它自己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从这个72页的第一行 跟第二行 这个小提琴的音乐 我就要麻烦张瑞泽老师 帮我们示范一下 你们要看一下 你们要听一下 不太一样的声音 这又是一个叫做吉普赛概念 或者是民族音乐的概念 也就意味着 在一般正常的情况底下 在西方欧洲的音乐的 西欧音乐的应用上面 小提琴是一个 拉奏的拉弦的音乐 可是它是有 可以用播奏的方法 然后这个非常特别的就是 它是 比斯卡托 比斯卡托叫 波旋 拨弦跟拉奏 没有分开来 它是一边在拉奏 同时一边在拨弦 那这也是很特殊的 就是当时会认为是一种 吉普赛人他们在 运用小提琴的时候 跟一般的西欧宫廷当中 运用小提琴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再下来 我们就听这段音乐 就听到这个 第94小节 就刚刚这边 到第94小节 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说 这些元素都在那里了 它这个时候是小调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的 例如说 小提琴的波奏 再加上 那个音量的突然变化 通通都在这里 就这一段音乐 这一段音乐走完了之后 就非常非常明确的 这就不是一般所听到的 西欧的宫廷的音乐 好 再下来 为了要逗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 感觉到这种民族风格 下面这一段 海顿把音乐又换回到大调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直接这样听 我们请三位演奏家 接下来给我们这一段 回来的大调的音乐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听到 非常非常熟悉的音乐 不过你们还是听一下 或者是稍微注意一下 三种乐器 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听 这个第五段的音乐 音乐 再一次又要进入到小调 然后我们就知道 大调是让我们熟悉 让我们感觉到音乐回来了 但是真正这个时候的重点 都在于小调的音乐 所以再下来的这一段 小调的音乐 它另外再多增加了一个元素 那个是在节奏上面 那个是在节奏上面 从等一下我们开始听到的 小提琴跟钢琴的 所一起合作出来的这个旋律 它就一开头的时候 就出现了前面没有的 这种负点的节奏 加了这个负点的节奏 再又变成了小调 而产生了这种效果 所以我要麻烦两位 就是张老师跟 好吧 因为也许我们还是 就直接这样听吧 但我想大家可以 重新开头的时候 你们可以听到这个旋律的 那个负点节奏的 那个效果 我们请三位老师 给我们这个第六段的音乐 中文字幕提供 所以这整个民族风格 已经建立了之后 乐曲进入到它的最后一段 它又回到了大调 一大调开始 最后用大调结束 那个回旋曲的主题 当然也就会回来 这是稍微比较仔细地 跟大家介绍了 这首三重奏 它的第三乐章 等一下呢 三位音乐家 就会为我们完整的演出 这一首七大调的三重奏 然后呢 我只是提示大家 请大家还是 搬回到第五十九页 等一下你们要听到的这一段 完整演奏的音乐 它有三个乐章 第一个乐章是一个 刑版的乐章 第一乐章的写法 也非常非常地特别 因为海顿让所有的音乐 每一段都一直不断地反复 所以你们听到任何的音乐 都会出现两次 都会回头出现两次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仔细地跟大家介绍 这样写出来的音乐 是它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可是等一下你们会听到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比较慢版的第二乐章 到第三乐章 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带进了吉普赛 民族风格之后的特殊的音乐 我们现在来听三位音乐家 给我们美好的音乐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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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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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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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记得不是只有小提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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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